这下糟了 我车上的水箱啊 冻了 玻璃水呢 现在是 撕不出来了 如果想 擦干净这个玻璃啊 只能这样了 撒点水 再用这个抹布给擦一下 这也不行啊 赶着擦赶着冻啊 这已经冻成冰了 我这个车呀 在家停了两个月 没有换防冻的玻璃水 所以啊 现在可能就被冻上了 现在这么摁呢 没有反应 撕不出来玻璃水 只是雨刮 在这刮着 这上面一层顶 还是先下去看一看 前面那个车的水箱 有没有被冻裂了 先把前击盖子打一下 先看一看 只要是冻裂了 可就麻烦了 这个水箱 是不是在这个下面呢 我这也看不到我 哎呀 这个也看不清 虽然现在看不到 但是我确定 肯定是被冻住了 现在目前呢 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呢 就是把车呢 开到车库里 然后暖和暖和呀 它可能就化了 但是我没有车库 我只能用第二个办法了 就是烧一壶开水 倒在里面 先回我的房车里 烧一壶开水 先把灯给打开 你别 这壶都烧上吧 应该是能够了 水已经开了 咱们先把它给倒在里面 看看能不能给它热化了 哎呀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给它烫怪了呀 应该没啥事吧 我看很多人都这么弄过呀 一桶水都已经倒入了 咱们先等它一会儿 让它化一化 然后再试一试 已经等了十多分钟了 我们先下去试一试吧 看好不好用了 哎呀 已经给它刺出来了 但是一定要放干净 要不然呢 还容易冻 我现在要赶紧找一个地方 去买两瓶防冻的玻璃水 走吧 出发 这个呢 就是防冻的玻璃水 它比普通的玻璃水啊 贵一点 这个呢 是八块钱一瓶 这个玻璃水呢 能扛得住零下40度 一个玻璃水啊 让我弄了一天 现在终于好了 可以正常刮了 那今天的视频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我们下个视频见